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下滑音 下滑音练习曲呢,我上次记得在最后一个视频里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但是呢,我没有给大家谱子 那今天我抄了一下 这个谱子很简单,是有规律的依次的魔镜 先是上滑音,然后再是下滑音 上滑音呢,是在这个音的后面 标记在音的后面 那下滑音是标记在音的前面 因为上滑音是先弹,然后再按 然后下滑音呢,是先压下去 然后再弹 好,上滑音 弹完了以后,要压在 那个音高要压到它 这个音的上方的 临近的这个音 比方说,比方说,呃,都 那弹完滑 滑到这个RE的音高 就是上滑音 下滑音呢,那就是如果是都的话 先把都压到RE的音高上面 再慢慢起来,再慢慢起来 左手 好,呃,大家,呃,也可以先弹 这第一个练习曲 第一个练习曲,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SO的下滑音,是要先把它压到RE的音高上 所以它先弹了一个本来的这个音 然后再压,用这个本来的音来比较你是不是压的这个 拉的这个音准确 那我也可以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比方说弹拉 然后SO的音,呃,SO的下滑音呢 是要先拉在,先按到RA的音高上 M的音高先压到SO的音高上 RE的音高压到M上 DO的下滑音 先要压到RE的音高上 L的下滑音要先压到DO的音高上 好,呃,记住要控制你的左手 不要嘣,猛然起来 呃,我们以后有点颤 那是要快速的起来 但是正常的下滑音不要起的那么快 嗯,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上滑,上下滑音的练习曲 嗯,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呃,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呃,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上下滑音的音准 还是要耐下心来 有些人的音准很快能掌握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要掌握得慢一点 他因为没有训练过 他不知道这个音高 高一点,低一点 找不到 你们如果有调音器的话 就用你们的调音器 帮助你们来练习 好,今天的下滑音的练习 就学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观看